袁偉豪和張寶怡為兒子袁希幼舉辦百日宴 而張寶怡的妹妹張寶欣和弟弟張柏芯都有出席 2016年張寶怡參選香港小姐之後加入TVB 之後2017年張寶欣都在姐姐的提名下參選 還奪得BigBigChannel最受歡迎香港小姐 其後也加入了TVB成為藝人之一 但就沒有太大的發展 2018年她就去了修讀科技管理碩士科程 將近六年後再見到張寶欣就多了一份成熟美 又高貴大方